各位觀眾 這個世界上 有兩種最強的書喔 第一種 就是 鳳梨書 第二種呢 就是我手上的這本 超能力的書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斯 今天來到一個 能夠使用寫在書上面的 最強能力世界生存 各位看到我現在站在什麼地方嗎 我現在站在一個空中啊 原因是這本書呢 它裡面有一個效果 就是這個 固態空氣喔 所以我可以把空氣給固體化之後 像這樣子 直接往上踩上去喔 這超猛的不覺得嗎 喔喔喔喔 這好帥喔 這好像那個噴射機噴過去的樣子喔 那這本書的能力呢 大概有20種喔 所以說我想要先從第一個開始試 就是這個 火焰 這個火焰它有幾種效果喔 總之我們先把它學起來 然後接著我再拿出我手上 這兩根小小的棒子 我就可以來使用它的能力了 像是我只要先拿著這根 橘色棒子對著牛 嘿 一射箭就飛過去也太快了吧 欸這個也太強的感覺了吧 欸這速度超快的耶 而且一種超能力好像有好幾種技能喔 我只要再拿這根藍色棒子點下去之後呢 哈哈 整片燒起來耶 哇塞好誇張喔 這也太危險了吧 直接放 欸欸欸剛好又考出了耶 太方便了 欸然後我想試一下 這距離大概有多遠啊 喔我看到我射程好像大概是 8格左右是不是 我可以把8格範圍內的東西全部都燒起來耶 然後我今天的目標就是擊敗 刁靈王 終界龍 還有 Warden這三隻Boss喔 有超能力的我 應該打起來會很輕鬆吧 因為這裡面寫的東西都說是最強的能力了 所以說應該會有一兩個 跟外掛等級一樣的吧 OK各位觀眾我找到了一個村莊喔 這樣就不用自己去狩獵了 欸等一下我發現我身上有些效果耶 哇塞 怎麼這麼多負面效果啊 是因為我現在是火的狀態的關係嗎 原來還會有弱點喔 總之我先來把這個村莊的乾草捆收集一下喔 那接著我想要先來打一下鐵巨人喔 我們現在有一個火燒的能力對不對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像這樣子啊 哇整個村莊放火耶 欸我看到綠色村民了 不太對勁 嘿 綠色村民就要用這個爆炸來解決他 嘿 嘿 OK 欸等一下怎麼裡面還有一個啊 你們是 你們是兄弟嗎 哈哈哈哈 那你知道要躲耶 沒有了 出來 嘿 2 3 4 OK 兩隻綠色村民全部解決 接著就是我剛剛有看到鐵巨人對不對 我們這邊把鐵巨人也打一打喔 嘿 嘿 哇哈哈哈哈 欸這東西好好玩喔 這東西好猛喔 嘿 再來一下 OK 解決了鐵巨人 就是我想要換個能力喔 我們來試試看這個 第二個 就是召喚能力的樣子是不是 所以我們用這個能力是不是可以召喚 鐵巨人 烈焰神還有凋零骷髏的樣子喔 來我們馬上學起來試試看喔 這什麼感覺 嘿 哇 真的是鐵巨人耶 欸等一下 這個鐵巨人我該不會 我來試試看喔 欸這是我召喚他會攻擊我嗎 欸不會他不會攻擊我耶 欸那我是不是可以把他打死 直接拿他的鐵來用啊 嘿 嘿 OK 欸他沒有掉鐵巨人耶 喔他不會掉鐵巨人嗎 然後我可以再召喚其他生物對不對 然後他好像也不會跟著我耶 這樣打掉的話會有可能掉 沒有練棒喔 該還是要我自己慢慢去打了 喔然後我像這樣子好像就召喚出凋零骷髏了 那最後還有一個是什麼啊 喔最後一個是凋零骷髏馬耶 欸不是不是凋零骷髏馬 骷髏馬 欸 欸這匹馬跑好快喔 欸這個好猛喔 OK各位觀眾我找到一個礦坑了 那這邊也有很多的怪物喔 所以我們來試試看 我們召喚個鐵巨人出來 上吧鐵巨人 然後 哇 真的是鐵巨人的傷害耶 接著我們再召喚看看凋零骷髏 我們讓他來跟骷弓打打看喔 上吧 上上 欸喔 他還要被打才會還擊耶 OK那總之我們有他們的庇護的話 應該等一下可以直接去最深層 我們直接去挖鑽石好像比較快喔 喔www 我時間限制了 這皮居然突然自己跌倒了 OK 我來到一個很深的礦坑了 這邊應該很多地方會看到鑽石喔 依照我的經驗呢 像這種地方只要在往前走個 一小段距離我就會看到藍藍的礦物在旁邊了 喔 各位我找到鑽石了 這就是經驗啦 各位 學起來學起來 喔 各位我又找到一顆了 喔 這個鑽石有四顆耶 好不好 這樣我就可以來做個鑽石稿了 哇 真的夠好多 保護我 保護我鐵圈 對 那邊有女巫 哇 救救我 沒事沒事 哇 也太多了吧 OK 那召喚能力也差不多了 接著我想要來試一下下一個東西喔 下一個 好像是這個 這個是漂浮的意思嗎 漂浮好像沒什麼用耶 不過我還是試試看好了 哈哈哈哈 沒有錯 我跟我猜的一樣 這個就是緩降效果喔 可是他好像還有其他的能力的樣子 就是 喔 我可以往上飄耶 我根本就是在飛了吧 下去的話應該是像這樣子吧 我們換另外一隻棒子就可以下去了 啊 啊 要死掉了 欸 他這能力有點難使用耶 而且我發現他在空中的時候飛得超慢 再加上我在空中的時候挖礦速度會變成這樣子喔 但是好像沒有到很好用耶 我再換一招技能好了 我們來換個第四個 這招是固化空氣喔 然後這個效果就是我剛剛前面有用給大家看過的 我可以在空中把空氣給弄成方塊 然後就可以踩在上面的感覺 不過好像也就只有這個效果而已是不是 欸 不過這個能力還是有一點優點了 就是我應該可以在這上面放個熔爐吧 然後我們就可以在上面燒礦耶 超安全的 OK 那我已經把所有的鐵都燒好了 總之我先來做個全身鐵裝喔 雖然是我現在有很多超能力 不過那些能力都是要我一個一個切換的 所以這個固態空氣好像有點爛耶 我先把它換掉好了 下一個好像是這個吧 可以穿透東西的樣子是不是 來 我們試試看就對了 到底效果是什麼呢 嘿 喔 喔 欸 哇哈哈哈哈 欸 各位觀眾 我好像可以直接變成那個耶 不是不是耶 我可以直接穿透地底看到所有的東西喔 這個是作弊了吧 哇哈哈 欸 那我這樣找鑽石超方便的吧 欸 然後我發現我只要脫離地面的話 好像就沒辦法一直飛了 我會像這樣子一直被中斷的感覺喔 所以說我好像沒辦法用這個東西去飛行耶 欸 我們再下去看一下喔 多挖一些的鑽石來用 喔哈哈哈哈 喔 這感覺也太快樂了吧 這樣鑽石一定隨便挖了對不對 啊 我已經看到了 這邊就有一顆喔 嘿嘿 欸 既然這麼方便的話 我們順便來看一下生怪磚好了 生怪磚旁邊有可能有附魔金蘋果對不對 OK 來吧 附魔金 一定會有了 附魔金蘋果 附魔金 附魔金蘋果 附魔金蘋果 喔 沒有 好不好算了 好啦 那我想要先上去上面了 我剛好像看到上面有一片沙漠的樣子 我想要去看看那邊有沒有什麼好東西喔 欸 等一下 各位觀眾 我發現我漏掉一個能力耶 這邊還有一個石頭能力是不是 石頭能力是什麼 我會變成石頭嗎 我們來試試看喔 喔 我用下去之後 視野拉近了 喔 喔 好多效果喔 抗性 抗火 挖絕疲勞緩速 哈哈 等一下 我就變成一顆大石頭是不是 這效果好像就只是拿來防禦用的是不是 沒有什麼攻擊效果喔 我是一顆石頭 欸 等一下 各位觀眾 我剛剛又找到一個東西了 我先把我能力切成別的好了 我順便看一下喔 這個跟上面那個能力好像有點類似的感覺 都是無形的感覺是不是 所以我們來試試看喔 這東西能幹嘛呢 嘿 嘿 欸 喔喔喔喔喔喔 這東西是隱形啊 就真的是隱形而已喔 啊啊啊啊 這個是大家都想要的能力 可惜這世界是麥塊 那總之我們先去看一下 沙漠那邊有什麼東西吧 欸 等一下 我找到金字塔了 也太快了吧 一下又看到了 那麼金字塔裡面有什麼好東西呢 欸 我要小心一點 不要踩到 喔喔喔喔喔 差一點 超危險欸 嘿 附魔 金瓶 果 呵呵 有一顆金蘋果 我看我還是不要浪費時間好了 今天我不是要去打三隻Boss 其中有一個是凋靈王嗎 所以我需要跟村民來換個東西 就是一本掠奪三的書 不然我相信我應該打到死都打不到三顆頭吧 那我直接來做一把鑽石符 接著我再配合獎台喔 我們來讓一個村民想辦法賣掠奪三給我 喔有了出來了 掠奪三 哇 40顆喔 怎麼那麼貴啊 差一點喔 欸 我再去收集些錢 嘿 有了 掠奪三 那現在這樣子的話 我好像需要有更多的鐵了 所以我想一下哈 這有一個爆破的能力欸 我們來把這隻鐵券給炸掉怎麼樣 不知道範圍有多大欸 我應該不會把自己炸死吧 齁咦 我是被人苦力怕是不是 我怎麼直接把自己炸死欸 等一下 我再試一次喔 欸欸 哇賽 喔 為什麼剛會炸到我自己 第二次沒有炸到欸 那我可以換個模式嗎 這什麼東西啊 好像掉了一個白白的線在這邊欸 這裡的聲音怎麼這麼大 嚇死我了 欸哇賽 我直接被炸到天空去欸 這是流星是不是啊 蛤蛤 鐵券欸 OK,這怎麼還活著啊,你怎麼那麼堅固 欸,不過我又找到另外一個攻擊方式了欸 我可以像這樣直接丟一個爆炸彈出去欸 欸,這好帥喔 旁邊有一隻鐵券剛好,我來試試看喔 後衛 哇! 欸,那是喔 他不是下來嗎? 我的鐵定 那是喔喔,他下來了,他下來了 哇,鐵券你也太堅固了吧 這樣都沒死喔 不然我再換一招技能好了 這樣的話 好像炸在奇怪的地方 啊,等一下,該不會這個是設置型的吧 先像這樣子,我們放開之後 然後遠一點 像這樣子應該就可以炸開對不對 哇! 欸,這好方便喔 來來來,再放一次 加到炸彈魔了 嘿! 哇! 好帥喔 哇,終於有一個像樣的戰鬥能力了 OK,那現在這張東西又準備完之後 我想要先去地獄了 那到地獄的第一件事情呢 我想要直接去找個地獄堡壘喔 因為我等一下想要打凋零骷髏頭 我們直接用這個模式飛去找就好了 這也太作弊了 好好好,等一下,等一下 如果不小心到空中的話 好像有可能會燒死耶 喔喔喔喔,找到了 哇,這地獄堡壘不錯喔 那總之我先在這個附近呢 來放個熔爐 我想要把我的鐵給燒一燒喔 目前還沒有燒完 然後等一下就可以開始來打凋零骷髏 哇,那邊好多隻喔 而且我身上也有不少的鑽石喔 所以我直接來做一把鑽石劍 接著我就直接做個鐵針 然後我再把鑽石劍給敲上掠奪的話 OK,我們可以開始獵頭啦 至於獵頭的話 因為凋零骷髏的傷害還是有點高喔 我記得我們這邊有一個 防禦特化的石頭對不對 用這個能力跟凋零骷髏打 應該就沒問題了吧 來吧,骷髏 我看牠們傷害有多高喔 嘿 喔齁,完全不會痛耶 這石頭能力超硬的啦 可是我視野距離被拉超近的 我這樣打應該會比較輕鬆喔 掉頭,掉頭 啊,啊,我的攻擊力只有1的感覺是不是 哈哈哈哈 我中間那一條完全不會恢復耶 所以我現在好像只是用拳頭在打牠們的感覺 哈哈哈哈 我手會超慢的啦 好像這個模式沒有比較厲害耶 我們把它切掉好了 危急的時候再拿出來用就好 OK,各位我打到第三顆頭了 而且我的烈焰桿也收集齊了 所以說接著我們就準備離開這個鬼地方吧 OK,那回來之後呢 我們要來打凋零王 不過在那之前 我有看到這本書上面有一個能力 叫做野獸模式 野獸模式聽起來超猛的對不對 我們點下去先來嘗試看是什麼感覺 我上面有多了一條能量條耶 然後...我看一下喔 哇哦,誒哇 野獸模式所有的效果都有是不是 而且我的血量還超過10格耶 哇哦,我的能力等級超高耶 可是能量耗超快的 這是超級賽亞的模式是不是啊 我們趕快召喚雕零王 啊,在野獸模式結束之前我們要解決他喔 啊我的野獸模式剩半條了 來了來了,雕猛 我砍他一下砍到多了 等一下等一下 我發現我碰不到嗎 不太秒不太秒 雕零我飛太高了 可以可以我砍得到我砍得到 還行還行 不必要不必要 等一下我是不是要先跑啦 再一點再一點 OKOK他剩半條了 我的野生模式要結束了 我能量沒了我能量沒了 啊我回復了我變得一般人了 等一下我可以再開一次喔 啊哈 原來可以再開一次喔 那我剛才那麼緊張幹嘛 沒事沒事各位觀眾 來來來我們直接把凋零砍掉了 嘿 啊 啊我的能量還沒回復滿 原來那東西是慢慢回的喔 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我只能換個技能來打凋零王了 我們再用爆破來跟凋零王打打看喔 就算我沒有防具 只要遠距離我應該也是可以解決他的吧 喔我看到他在那邊而已 來那我們直接從這個距離丟炸彈過去喔 嘿 喔有有有有傷害有傷害 我們先像這樣子把他削到半條血之後再說喔 欸你可不可以亂跑哈哈哈 嘿嘿嘿 OK剩半條血了 然後接著我們再切回野獸模式喔 我想要用這個模式來解決他 啊等一下我能量還沒回滿耶 我剛剛沒關係啊 來吧 下來吧 嘿 最後一下 解掉 OK 哈哈哈哈 空裝打凋零 就是我野獸絲啊 這要技能超厚強的耶 只不過要回能量有點麻煩就是了 好的那再來我們先把這三個能力也試一試好了 這邊有個速度喔 我猜應該就是加速的感覺吧 喔我知道這怎麼用喔 我可以調整我的速度耶 我只要用同一根棒子的話我的速度就會變成這樣子 哈哈哈哈哈 這太快了吧 欸等一下喔 這水上面也可以走路耶 哈哈哈哈 欸好猛喔 哇這次跑超快的 跑圖神技耶 下一個效果是 凍結的樣子嗎 喔我找到這邊有一隻兔子 我們來試試看喔 這技能好像可以暫停附近的生物的樣子 嘿 喔 欸他怎麼還是在跳啊 只是緩速的感覺是不是 喔沒有錯 這套技能好像就是弱化生物的移動速度跟跳躍力的感覺喔 你看他的兔子連跳都跳不上去了 哈哈 這套技能好像沒什麼用耶 好那我再換下一招喔 下一招是 喔打雷耶 這邊有個打雷技能 來那我們來試試看喔 打雷 嘿 哈哈哈好猛喔 真的是直接打雷耶 好了那我換了一個地方喔 這個是平原 比較好看清楚我們到底在幹嘛喔 所以說接著我來試試看 這根藍色棒子的技能效果是什麼 嘿 嘿 喔 哇塞 哈哈哈 直接變成雷與天喔 喔 喔 哇塞 狂打雷好恐怖喔 我直接變成雷神是不是啊 然後我還可以用這個東西去打雷打他們耶 哇 超猛 哎呃呃呃 好痛 打到自己是不是 欸那我來電看都是苦力怕喔 嘿 哈哈哈 變高壓苦力怕了 欸這技能超強耶 主世界最強技能吧 好啦那我應該可以再把天氣給調回去吧 嘿 嘿 嘿 哈哈哈 天氣調不回去了 打雷技能應該大概就是這樣子吧 其實我想要再換個能力喔 終於到第二頁了 第二頁的第一個東西好像跟武器是有關係的 好像可以召喚劍去攻擊怪物 然後也可以給 裝備還有劍的樣子耶 我可以追他免費的嗎 來來我們馬上來試試看喔 來吧 召喚劍 啊有嗎 啊有欸 欸有欸 這什麼東西啊 哇 欸他飛去哪裡了 喔那邊有一隻怪物 哇 他會自動追蹤怪物耶 這上面有GPS是不是耶 那我想要的裝備在哪裡 我來看看喔 嘿 喔 喔 風力武 燃燒一 這把劍看起來超強耶 他的傷害有十一 哇 好猛 然後我們再試試看喔 全身裝備也穿出來了 保護 直接穿上全身浴水 我剛才什麼都沒穿的 欸那我們來試試看喔 這把劍的傷害應該差不多就可以秒掉怪物了 喔 哇 這是最強套裝的是吧 欸那接著我們就準備前往終界吧 剛剛這邊還有一個技能喔 這個能力好像是 微度跳躍的感覺嗎 所以我好像可以直接來做一件事情 來我們試試看喔 哇 我看到了各位觀眾 我可以選擇想要去的世界喔 現在這邊有地獄 終界還有一個是什麼 口袋 口袋是去哪裡啊 來來我們先來試試看 地獄的樣子是什麼感覺 出發 嘿 喔來了 欸這裡是哪裡啊 喔我直接被關起來欸 喔對對對各位 是地獄沒有錯 所以說我接著應該就可以直接前往終界了對不對 出發終界 嘿 哇 我真的直接到終界 欸那這什麼鬼地方啊 好危險喔 欸這什麼 這邊有奇怪的符號欸 好像可以傳送指定的方向是不是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先換個技能喔 我們飛過去再說 嘿 嘿 我差點掉下去 好的各位觀眾 回到終界奔道了 沒想到直接可以來打終界龍欸 這也太猛了吧 OK那總之我先直接飛上去終界水晶旁邊喔 這樣應該就可以直接讓我打掉那些終界水晶了吧 嘿 喔有欸 各位看到 這超方便 再來 嘿 OK 最後兩顆了 哇賽我直接把那個打爆欸好猛喔 嘿 最後一個 好的全部解決了 那接著我想要直接用爆炸能力打終界龍喔 所以我們就直接換出來打嗎 爆炸能力打終界龍一定超強對不對 來啦終界龍吃我的這招 嘿 嘿 啊等一下打不到 好難秒喔 欸等一下各位 爆炸彈好像打不到終界龍欸 不然我換一招好了 OK 我們近距離直接炸他的話就沒問題了 嘿 嘿 哈哈哈哈 這真的超好幾強 OK 終界龍又下來了 這出東西 為什麼會炸到我自己 哈哈哈哈 為什麼會炸到我自己 我直接被炸飛 我看我最後還是在換個能力好了 這邊好像有一個東西叫做 黑暗深淵的技能是不是 這好像可以放置一個 強化我能力的一個領域的感覺嗎 領域展開 來吧 哈哈我們來上來試試看喔 嘿 好像沒什麼效果欸 喔喔喔有了 欸 哇塞這不是地層深淵的東西嗎 欸哇 啊然後 可以強化我的意思是那個嗎 哇 力量石抗性勢 欸那我這樣就死不了啦 那等一下終界龍下來我們就直接砍他的頭喔 效果應該超級強吧 等一下等一下他怎麼召喚 他怎麼叫出這個東西 有點危險啊 這等一下要跑出挖的啊 啊總之終界龍下來了 來來那我們就直接砍終界龍頭 哇 剛剛那一盪好誇張喔 嘿 嘿 哇 終界龍直接跑掉欸 OK終界龍又下來一次了 來來那我就直接解決他了這次 啊等一下我完全上不去 欸這附近的方塊都變黑了 看不到 嘿 OK 解決終界龍了 哇 哈哈 超級輕鬆欸 我的天啊 這能力真的是有夠猛欸 看見是完全不會痛啊 好的那回到主世界之後 我剛剛有看到 這下面還有一個口袋對不對 口袋到底是去哪裡啊 我們來試試看喔 出發 嘿 喔 欸 這是口袋世界嗎 這什麼東西啊 什麼都 欸欸欸欸欸 哇賽有一個金字塔欸 這什麼神奇的地方啊 而且這個世界好像有點大欸 我換個模式來跑步好了 OK 喔有看了 這地方就 一些蘑菇 然後還有 這是什麼 那這個金字塔下面會有東西嗎 來我看看喔 嘿 欸有欸下面有東西欸 那這裡面會有什麼 喔好像就是正常的金字塔是不是 哇 原來是這樣子啊 到底是哪個世界的口袋啊 只有金字塔 岩漿池還有蘑菇這三種東西 地裡還有一些岩漿池跟那個 水晶洞喔 除此之外好像沒有其他任何東西了 這世界大概就只有金字塔有用吧 最後一隻Boss就是 Warden了嘛 不過在那之前我想要先 再用一下這裡面的東西喔 這邊有個叫做 陽光戰士是不是 而且好中二喔 這能力好像可以凋零在附近的生物的樣子喔 像這樣子嗎 喔有欸 好像只有有陽光的地方 我才可以用這套技能的樣子喔 然後另外這個太陽光 好像也可以拿來治癒怪物的樣子是不是 來我先砍一刀喔 嘿 嘿 哇塞我完全不會痛欸 呵呵 鐵圓打我沒傷害欸 欸哇塞 欸等一下這個治癒力也太強了吧 鐵圓打不死欸 真的假的啦 哈哈哈哈 哇這治癒能力這麼誇張喔 這就是陽光戰士是不是 再來就是這個能力好像叫做 心靈感應是不是 喔好像蠻好玩喔 來我們學學看喔 那我們就拿這隻村民來試刀吧 這個能力好像可以直接把怪物給 中飛 哇 像剛剛那樣子嗎 直接被我打飛欸 嘿 哇 欸好猛喔 然後另外好像還有一個能力是 我可以把生物舉起來 欸那我可以像這樣的嗎 嘿 欸 嘿 啊它不會受傷喔 哈哈 為什麼我可以這樣摔起來 拿起來把它 欸欸可以欸 欸可以欸可以受傷欸 哇這能力好好玩喔 嗚呼 哇我們用這個能力來打warden 是不是一定贏啊 欸那我是不是可以做一件事情啊 我們把這隻鐵具人舉起來試試看 喔喔喔喔!這麼重也可以舉喔 然後接著我再把它推出去喔 嘿! 喔喔喔! 它被我推飛了 喔喔喔! 喔好猛喔 來 我們換個地點喔 我們去打Warden喔 好的 那我目前已經來到地層了 接著我只要再找個這個方塊 然後觸發它三次 Warden應該就會跑出來了 喔有有有有 我聽到Warden好像在對面的感覺是不是 OK 那我目前呢 先把我的模式給切成這個 深淵黑暗喔 我想要直接在Warden的地盤 強化自己的身體 然後我們正面跟ワーダン打架喔 來吧ワーダン 皮眼神魚啟動 嘿 喔喔喔 哇塞各位觀眾 我被打完全不會痛欸 有力點啊ワーダン 沒感覺啊 我要還手囉 哈哈哈哈 哇欸超猛欸 嘿嘿嘿 而且他要一波我也完全沒感覺 哇塞 趕快就要這樣直接獲勝了嘛 哇哈哈哈哈 哇我才用大概十刀而已 就解決他欸 超扯 欸然後又跑出一隻新的了 哈哈 天啊 等一下等一下 我換個模式喔 我想要來試一件事情喔 我可以把ワーダン給抓起來嗎 嘿嘿 我可以欸 哈哈哈哈 哇 欸我可以把他抓起來晃欸 我好帥喔 欸那這樣子 我可以把他往上拋對不對 嘿嘿 欸可以欸 哇 欸那我一直這樣把他往上拋 不知道能不能直接把他摔死欸 來我試試看喔 嘿嘿嘿 飛高高 好的那我目前已經把他 拋高大概30次了 究竟把他放下來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啊 嘿 來吧 哇哈哈 我現在把ワーダン秒殺欸 至少技能超級強 裡面挖了有大概500滴血 超後能力真的太強了 就知道了 就知道了 sé了 好 看我 上去